圣文心中不了 为止称足严章 严章本非真道 转家斗争当强 我们上周也谈过 圣文我们再讲圣文就是文法之修 听经文法以后他就开始修行 心中不了 他的重点都在于那些章句文字上面 所以他就只知道称足严章 什么事情他马上就想到第几章第几节 就想到这个 严章本非真道 你看他讲得很清楚 不是真道 转家斗争刚强 我们再次提醒大家 就算 你把 佛典 丢在 造成你人生困扰的人事物上面 那个人事物就不见了吗 不会的 假设你身上有重病 你把佛经 抱着睡 然后 你的重病就不见了吗 觉得一本不够还抱十本 压在你身上 那个病痛就不见了吗 不会嘛 经典真的是死的 里头的经典文字 你必须透过大脑的吸收 转换和运用 才会产生影响力和作用力 但是问题就是这样子 你看后面志工大师分析的很有道理 转家争斗刚强 我们也提过 同一篇文章 同一个演讲 有人还没看完 就非常不以为然 有人 非常感动 听了又听 看了又看 到底是文章改变你 还是你在利用文章 你们要想清楚 到底你被文章改变了 还是你想利用这个文章 很多人心中已经有定见 反正他就是讨厌这个人 所以他就会去找一大堆的理论 支持他的看法的 然后就定案了 是不是这样 很多人是已经先有定论 比如说他就是讨厌祷告 他就是讨厌祷告 然后他就去找了一大堆的 符合他的看法的 奇怪 为什么讨厌祷告的人 他引用的总是 反对祷告的文章 那些很支持祷告的文章 为什么他都 都引用不出来 到底是文章在度他 还是他在利用文章 我跟大家讲 恐怕很多 有私心的人 他是在利用各种的 文字文章 达成他个人的 愿望而已 很多人是这样 所以各位来看 志工大师在1500年级 就看到这个问题了 转家斗争刚强 假定没有一本书这么写 大家还没得吵架 就是有某一本书这么写 还就可以吵架 这个吵架的根据 第几章第几节就是这么讲 那我们就问他 那你为什么不引用 另外一本书的第几章第几节 那本书不对 我这本书才对 是不是这样子 然后就 朱子摆架各报各的书 各有三头 是不是 各位志工大师 真是悟到透彻的 悟到透彻的透彻 他看穿了 宫廷里头也好 好多学派 奇怪 你们一出生的时候 也不是这样子 怎么现在 跑到这个学派 那个学派 还不是自己的偏好 把你带到这个学派的 难道每一个人 都是被经典改变的吗 很多人其实是 追逐他喜欢的而已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就要了解 我们真正的核心 应该是看到 我们自己的心中的自信佛 优优独播放